我猜是以为你会赢的 因为你的那个角色我真的觉得非常有挑战性 他真的很想演 真的 我真的也很想演 真的不好演 然后整个眼神 你记得有带你的Rubble Ballet来吗 没有 我那时候那个皮都剥到都流血了 能够过现在的心情我都很失望 失望啊 肯定失望 其实我觉得这个奖项对我来说 今年特别有意义 因为我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想象 让更多人知道 其实这个自闭症 苦戏障碍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刚才虽然没有机会 但我们现在幕后只记得 一样有很多观众朋友 牙包趁着身在 你准备好了改言在这里讲可以吗 其实主要我其实是希望 可以通过这个角色 让更多人知道 其实很多女生 真的他们是受害者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症状跟男生不一样 也是因为我通过这个角色 我才了解到的这一点 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用我们的眼光 去下一个判断 然后其实非常有杀伤力 然后我自己本身其实 非常能够理解那种委屈 因为我经常也是一个容易被误解的人 所以我在某一个程度上 我非常跟这个角色很有那种共鸣 那我觉得威术姐姐这个演戏已经顺服了所有的 我们都非常认为 原来自地症有分两种的那种感觉 但是男女都不一样 对 我觉得你已经达到了那个目的 所以我其实我想当然入围也希望得奖 而且因为很多年我每次拿奖 我都觉得好像没有人恭喜我 然后我就想如果今天我拿奖 我要让自己开 我真的要为自己庆祝一番 不过我也说了 因为明天是我生日 所以拿不拿奖也会有一个庆祝会 我觉得你已经有一个最好的礼物 在旁边等着你 谢谢大家